其實Hip-Hop它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音樂性 大家可以去傳達某些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拿它來做一個比較正面的 算是一種傳達裡面的工具 也有點想要顛覆大家對Hip-Hop的一些刻板印象 像我們剛開始舞團的時候 有時候跟一些其他玩團的時候 我們講Hip-Hop可能會是瞧不起你 他覺得Hip-Hop的講東西很出現 但是他聽了我們歌詞之後 我發現很多搖滾團 他就覺得我們其實講的東西更多 經典的搖滾團 其實講的議題並沒有什麼 像Youtube、RadioHop他們常常一直關心一些 一些全球化的那種議題 韓韓你們這次來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不是來喔 我們昨天發生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MV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那個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音響 可以放我們 不然我們聽不到音樂不能唱 然後呢 我們昨天就下去要買那個音響的電池 然後我們就帶了一個音響出門 就是手機音響 出門 就出門我一直沿路一直被他問說 你那個是哪裡買的 然後說只能抽多少錢啊 什麼這一類的 然後後來我們到了我們附近的麥當勞 要買那個小野武器 進去以後就有一個那個黑人 那種牛澤西來 還蠻帥的 蠻帥的黑人 然後就問我們說 你那是你想是幹嘛的 然後就說 我們就說我們那個是買要放音樂用 就說真的嗎 那怎樣怎樣 就問很多 然後就知道我們是個樂團 然後說那個你們的歌可以聽嗎 他就叫我們在麥當勞裡面放我們的歌 對 然後他聽就很開心 然後跟著點頭 然後跟著就是現場就來一段 就是老舌 然後他是一個扭著下面夜店的公關 喔真的喔 對對對 還蠻有趣的 有沒有說想要親密關 沒有 後來他就馬上拿他的黑眉機 加我們facebook 加粉絲 他就說keep touch 然後回去一定要聯絡 對對對 很好玩 然後後來我們走回去路上 我們想到其實我們提這個音響出來 好像是飛 其實蠻危險的 後來自己想一下其實蠻危險的 喔 或是還沒有發生什麼事 不過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才發現說提那個下去 會很多人跟你打散 因為這邊很多音樂演的 因為我們那邊是那種 你說那種 墨西哥人 拉丁哥 對 我們樓下有一個夜店 就一聽到你再放那個音樂 蹦蹦蹦蹦蹦 那邊地板都一直整 睡覺的時候 喔 對 所以你這趟來就是除了那些表演 會彈到其他的行程 就是我們 第一天到這邊就 就是先跟傑克他們 就是能不能混亂 然後就到我們去 比較popular的時代廣場 我們就是來這邊一定要看一下 然後後來過幾天就是 因為他們畢竟是在地的人 會知道很多我們都不知道的景點 像今天我們去拍片的那個 Fiveau的那個地方 那個旅遊說 絕對不會接到那個地方 不過我們自己來 也不知道怎麼走 然後像有一些比較新的地方 像Baffle 庫普克林 庫普克林 就是過橋來的第一站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小事介紹說 因為很多藝術家 其實他租席 看他在那邊 然後就會看到 庫普克林 就要靠買那些區域 他們就把一些舊的工廠 改成樂器行 就是藝術家那種 餐廳 然後還有一些二層場景 我覺得那個地方還蠻有無意氣息 就是 你跟曼哈渡一些地方 太商業氣息 充滿你同社會的地方比賽 我還比較喜歡 像 所以如果 會有很多驚喜 像在 在一些電影會發行一些 就是 台灣很難買到的CD 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玩音樂到 做音樂的地方 就是很想去發覺很多音樂 或去聽 或是氣泡我們的音樂 所以 開動的地方 所以有買到你們想要買東西嗎 有 我覺得有發現 還有日本開動的地方 可是 那時候 最近很喜歡聽一些日本 比較 Wonderful 然後 沒想到我們去日本再買 那種還蠻有趣的 你們看的是哪一首歌的MV 是一首新歌 就是 還沒有收錄在之前專輯裡面 他的歌名叫做 世界防空手 英文名字叫Around Us 對 那這首歌是因為我們這幾年 從2007年開始 就一直有出過的表演 關係 所以我們會 希望說 把這些事情 心情寫下來 寫成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 就是以我們作為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常常出 我們這幾年常出的表演 但是呢 我們在國外發現到 其實台灣這個名字 在世界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知道台灣這個國家 然後我們有一些運動選手啊 或是一些 就是藝術人才 或是科技人才 都在國際上其實是蠻有名的 對啊 幫助很多國際上的 你知道嗎 就是發展啊 等等 對啊 但是我們國家卻沒有一個 就是 沒有應有的地位 應有的地位 就是蠻可惜 所以我們會希望跟大家說 其實 台灣在這世界上是值得被交換 就是媒體說 你是台灣的嘻哈大師 對於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 title 或者是一個 名號有什麼樣的 可以想 可以講 那就謝謝 然後我們接受 哈哈哈哈 還蠻小心的 在路上不敢亂吐他 感謝他 謝謝 謝謝